哈喽大家好,台灣時間11月21號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開梯了 我們來看一下進球的精彩畫面 卡特·卡達對Ecuador、阿瓜多的比賽 就在開場僅兩分鐘多的時候 阿瓜多靠著Anna Valencia的一技頭錘 進了本季世界盃的第一球 媽,這可是他在四足的第四顆進球呢 不過在經過VAR重播判決 確定為越位球進不算 什麼是越位呢? 四年一度的問題又來了 這球是否越位,大家眾說紛紜 也有人說裁判自由興誠 不過就在第14分鐘後 Valencia被卡達們將犯規 裁判吹判黃牌 Valencia進行12碼罰球,進球得分 終於提進本屆世界盃第一球 比賽來到第31分鐘 Valencia再度靠著頭錘頂進第二顆進球 上半場阿瓜多以2比0領先卡達 為有優勢的阿瓜多下半場放慢節奏 卡達雖然有更多持球機會 但也無法得分 中場阿瓜多以2比0擊敗地主卡達 卡達成為四足歷史首支球隊 在主場輸掉開幕戰 締造新紀錄 最後我想問大家 你們認為Valencia的地球 真的有越位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